最新的天氣訊息 我們把時間交給余如 提醒大家現在中午時間外頭 其實有些地方好像蠻溫暖 但其實冷氣團還是持續影響 雖然中午時間像是剛剛提到 很多地方蠻溫暖的 像是臺北跟桃園都來到19度 新北市還有新竹市大概是20度 而且中南部其實溫度又更高了 臺中有22度 高雄有25度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日夜溫差真的蠻大的 因為半夜清晨都蠻冷 像是北部低溫 今天很多地方都來到10度左右 而早上現在中午時間 很多地方將近20度 所以這溫差將近10度 一定要注意了 這個還是要穿暖一些些 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還有一次低溫 很多地方還是有機會來到10度以下 至於明天開始 這個冷空氣就會慢慢減弱 各地的溫度就會逐日回暖 週末天氣更好了 像是北臺灣高溫 有機會來到29度 南臺灣還有機會來到32度 請大家可以好好把握這樣的時間 可以安排出遊計畫了 而溫度的部分也要提醒您 今天真的是溫度偏低 但是就是剛剛有提到了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還是受到冷氣團影響 還有一波低溫 北部的局部低溫 會來到10度左右 甚至10度以下 而明天開始慢慢回暖到 禮拜五更有感6日的部分 其實這個高溫 很多地方都飆破了30度 所以要注意這個天氣變化 真的蠻大的 至於降雨的部分也要提醒您 其實今天明天天氣很穩定 來看看水氣真的很少 但是禮拜五開始就有一點點變天的感受了 因為主要就是受到了這個相關的雲氣影響 所以在花東地區 恆春半島會有些零星降雨 各地山區跟宜蘭也會有午後震雨 而到下週二這個天氣更不穩定了 因為風面通過北部東半部 都有一些短暫震雨 最後低溫特報要提醒您 這低溫特報是愈發的低溫特報 因為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氣溫還是會明顯偏低 整個苗栗以北還有宜蘭花蓮局部地區 都有可能10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請大家今天晚上出門 或者明天清晨要早出晚歸 都要注意這溫度是偏低的 最後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首先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13度到18度 桃園新竹12度到19度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 幾乎都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高溫有機會來到24 25度 而在南台灣天氣更好了 高溫有機會來到25 26度 降雨機率是10% 另外在宜蘭花蓮台東東半部的部分 降雨機率也是10% 溫度12度到20度 而在離島的澎湖金門連江 還是要注意連江溫度偏低 只有11度到14度 以上是今天的五千氣象 大賊靜新網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